Nursen来谈论关于爱情的事 世面上有非常多的甜言蜜语文章或小说 人类千万不要太相信 亲爱的那种甜言蜜语的语言可以持续一辈子 比如亲爱的我好爱好爱你哦 那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话语 男女相处如果遇到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 或彼此的观念不同就会开始争吵 亲密的语言只有在热恋的那段时候 才有可能持续的发生 就像初恋的时候比较有可能有热恋的那个阶段 一辈子要渴望平淡的生活 才有可能来得实际一点 如果你这一辈子渴望有甜蜜的语言 这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生活 你的生活要平淡点 因为你的生活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 其彼此的观念不同要适应 不是只有甜蜜的语言而已 结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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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